先生 您的钱包掉了 谢谢啊 不用谢 小姐 小姐 谢谢您的经营啊 现在这么老实呢 真少见 这没什么 父母和老师从小就教育我们 要食金不昧 不可以不劳而获 是我应该做的 你爸妈妈真浮起 你在哪里啊 我送你吧 不用了 我还要去很多地方 我坐地铁就可以了 你来旅游的 我是来找工作的 找工作 这身为酒店正是请人 那不去试试 我就是刚从那边出来的 虽然只是个前台接待员的工作 可是 前来应聘的人还是很多很多 我想还是算了吧 你钱工作太低位 还是工资太低啊 我怎么会闲心在这个酒店工作呢 你知道吗 酒店的每一个职位 都是从低层做起的 你知道 街爱酒店的董事长高嘉胜先生吗 他也是从低层做起的 你认识高嘉胜啊 我当然不认识了 只是在大学的时候 搜集到他的一些资料 知道他的一些事情而已 哦 你是大学生 哎 关姐高嘉胜 你还知道什么 我还知道 二十多年前 虽然他也是出身平寒 但是他很努力 明天早上 开了一辆小货车到罗湖 然后从大陆 把牲口运到香港 哦 后来呢 后来啊 后来好像他就攒了一些钱 买了一栋三层楼的小旅馆 哎 这个小旅馆呢 就是现在升为大酒店的前身了 那 而且啊 所有的事情 高嘉胜都是亲力亲为的 哎 听说他还会做一手好吃的小菜 那所以 那个酒店的名气 就这样被传出去了 嗯 说得不错 不过有一点呢 你说错了 什么 刚开始那个小旅馆啊 他租回来的 后来挣了钱 他把它买下来的 哦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啊 就是高嘉胜 嗯 开车的司机 嘿嘿嘿 嗯 骗我 高嘉胜先生日理万机 拍的司机一定也都很忙的 哪有像你一样这么清闲的 嘿 就算再忙了 总得有时间休息吧 哦 哦 我知道了 你呀 肯定是背着高嘉胜先生 出来偷懒的 对不对 去去去去去 好 好 送你出去吧 好 谢谢 那我要往这边走了 那我车就在那里 那个 该不会真的是你的董事长高嘉胜先生吧 呃 就是他 哎 等一下 就是他嫌你偷懒的话 你就说 是我在跟你问路就行了 小姑娘 你的心地真善良 年轻人前面的路啊 也许很难走 不过 只要不怕从地做起 不怕辛苦 最后成功的一天 我希望你啊 建功顺利 以后有机会成为同事啊 哎 我知道了 快去吧 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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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姑娘